接下來要上東西叫做地質年代 標題重點就是化石化分地質年代就是我們的重點 我說過的這裡比較不重要 我之所以說不重要不是他不會考他會考 只是因為我們地科想要考的內容主要要考的內容 生物通通照過了 生物會地科就會了 生物會比地科多 所以我才會說不重要 第二個就是化石 化石就是古代生物的遺骸的屍體 遺跡活動的痕跡 叫遺骸或遺跡 化石有很多種類 第一種叫完整保存版 西伯利亞挖出的長毛象冷凍像肉一隻 整隻都完整的皮膚毛髮肌肉都在 冷凍像肉一個完整都在裡面 叫做完整保存版 但大部分都只會剩下堅硬的部分 骨頭、牙齒都爛光了 所以大部分只會剩下堅硬的骨殼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種是被取代掉了 經由一些礦化、溶解、取代之類的過程 改變它裡面的一些成分 像是叫細化木 你看起來跟它木頭一樣 可是裡面的成分都已經變成細了 裡面的細也被別人都取代了 叫細化木 它一定會比較奇怪什麼都沒有 外模或內模 空空的 旁貝層火山會蓋下的人 人死在裡面 考古回家考古的時候打個洞 萬石靠進去再打開 看到那個人形在那邊躲藏奔跑的樣子 這個人形知道說古代的生物長這個德性 然後正在奔跑正在躲藏 所以那個洞也叫做是一種化石 所以外模、內模比較特別的 另外你叫做所謂的生橫化石 就是活動的痕跡、爬形的痕跡、走路的痕跡、避石居住的痕跡 然後排泄物之類的 這種因為生物活動所留下來的痕跡的化石叫做生橫化石 生橫化石 大家有沒有看到 好 完整保存版 長毛象 這個大象有名字 就是我們記得他的名字 就幫他取一個名字 一隻長毛小象 完整保存版 整隻都被保存下來的 完整保存版 捕獲 裡面放一隻昆蟲 完整保存下來 侏羅地公園第一集 從那個捕獲的蚊子裡面拿出來 把他的血收出來 然後呢 由恐龍DNA複製恐龍出來 用神奇的想法 OK 但是 整隻蚊子 都被保存下來 要完整保存版 完成保存版 OK 但大部分都只叫什麼 堅硬的骨頭 所以大部分只叫堅硬的骨頭 軟的都爛掉 軟的都爛光了 有堅硬的骨頭 骨頭 牙齒留下 或者是蛋殼 恐龍蛋 我上一次有在 自然科學博物館看到 長得比較不一樣的恐龍蛋 但是在 我在自科館看到這個之前 我看到果然都長得這不得心 長長的 有這樣一坨 怎麼樣怎麼樣 會幫你長成這樣 長成這樣 恐龍蛋 接硬的蛋殼留下來 蛋殼留下來 叫做 有接硬的部分留下來 剛才還有所謂的深盆化石 還有所謂的深盆化石 還有所謂的深盆化石 這個是上一次的那個 上一次自科館的新的發現 澎湖原人 是台灣發現最古老的人類化石 人類化石 上次去年的重大新聞 今年年初 1月27號 對外公佈的重要的 草魯發現 澎湖原人的牙齒 最早的人類化石 上一次的重要新聞 也是牙齒接力的部分留下來 它們還有深盆化石 乳蟲爬蟹的痕跡 乳蟲爬蟹的痕跡 好 螃蟹的洞穴 居住的痕跡 痕跡活動所留下來 還有腳印 腳印 看到腳印 可以判斷 它是兩隻腳還是四隻腳 如果是 大家還可以知道多大隻 因為呢 大象不會走得很小步 小蟲不會走得很大步 所以從那個蟲爬 可以看到它多大多小 多大多小 叫做深盆化石 最後一張小小的耳心那一點點 一坨屎 可是 這個糞便留下來 看看裡面 有沒有什麼 沒有消化的東西 可以知道它吃什麼玩意 根據糞便的大小 也可以判斷生物是什麼 因為講 大象的屎不會很小頭啊 小蟲是死活的大國 對這件事 可以去判斷一下 它叫做 中型牧生 哺乳動物排出來 就是它變成它的大小的形狀 來判斷 這是什麼樣什麼樣的東西 這就是所謂的化石 給各位看一下 化石的種類 就化化石的種類 狀況 了解一下 化石就是古代生物的遺骸 或者是遺跡 能夠理解就可以了 OK